這是一個新的教學影片系列 幫助你們快速上恩 就直接站在路中間 幻現了最好的史詞 打團戰的世界並走路 很多人都會翻一個抽出手 哈囉各位大家好 歡迎來到冷面教室 這是一個新的教學影片系列 接下來我會推出各種 不同路線 不同角色的攻略 幫助各位網家 快速在短時間內提升時間 以及 幫助你們快速上恩 那不想要錯過 我任何一級的教學的話 請現在 馬上按下你的訂閱 好不好 如果被我抓到沒有訂閱的話 那我也是沒辦法 第一集呢我們會先來講解 魔龍路 特爾安娜絲的教學 那為什麼呢我 第一集都會想要做特爾安娜絲的 很簡單 因為呢 最近 他出了一個 很正的教學 彩虹 棉花糖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身服裝 我給 100分 剪輯是完美 你們看到那個腿了嗎 OK 完全騙你這個教學 來 我們喔 現在馬上 來進入這個正式的教學 特爾安娜絲呢 我會給他的定位 是 重後期的射手 你會覺得說 有沒有你在講廢話嗎 為什麼 每隻角色都是重後期的啊 對 沒錯 不過呢 這隻特爾安娜絲呢 比較特別一點 他是一隻 大配型的射手 特爾安娜絲在比賽中 都會搭配 譬如說 提米 伯頓這些角色 那在接下來的技能組呢 我也會講解到為什麼 會搭配這些角色比較好 首先在被動方面很簡單的說 只要你附近 有隊友了 你的木工就直接提升8% 異技呢 是特爾安娜絲的主要傷害來源 重點是 他每一下普攻 打到人呢 都會附帶4%的減速效果 那這個也是可以疊加到5成 可以搭配隊友去 做一個追殺的一個動作 那特爾安娜絲的2技 打到人呢 就是 降低那個人的40%的跑速 你們知道 40%跑速是很多 那這個技能呢 也是比較偏向搭配性 大絕呢 就是很簡單 就是一個 很遠很遠的暈眩 大絕的重點 因為提米跟伯頓都會有很力氣的控制技能 提米就是馬上去拼 然後去暈倒 那伯頓呢就是翻過來 這兩個輔助英雄呢 搭配的特爾呢 就會有一個 一起控制的效果 就譬如說 伯頓 閃翻完 你馬上大絕到他閃翻完的位置 那這樣子呢 就會直接控制那個人 大概2秒鐘的時間 我可以看到他的技能組 都是偏向於搭配隊友 我覺得在目前的版本來說 只要你的隊友 懂得去配合你的話 然後你又 有保持一個好的站位的話 那這隻角色 我覺得他會是 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我們馬上進入實戰畫面 首先呢 第一波特爾安娜絲在爭奪上限的時候 我跟你們講 你們就直接站在路中間 看著對方 敢不敢過來跟你爭奪 第一波中路線的先手拳 因為呢今天特爾安娜絲是一隻射程非常遠的射程 那基本上呢 對方只要想跟你爭奪 你就直接開啟一劍 點爆他們 除非呢 今天對面是一隻 佛頓的話呢 那你就不能這樣子做 因為 佛頓呢 他可以直接散發你 只要你被散發到了 你被擊火 基本上就是死地 我會要 拍這把的原因是因為呢 你們可以看得到 隊友 是沒有要跟我打散 散發 很多觀眾呢都有反應說 我單排射手 隊友都不跟我打散線 怎麼辦呢 OK我跟你們講 打散線呢 也有 不打散線的答案 那這把呢 我就跟你們講 我會從哪裡去獲得 額外的資源 首先這邊呢 我們打完架 那我們得盡的情報就是說 奎倫剛剛呢 是在紅區的 因為 隊友沒有要 跟我們一起 回上 所以呢 我們是一定要做一個 繞路的動作 隊友的二技能有個好處是 你可以直接 丟進草裡面 做一個探草的動作 因為 只要草裡面有人的話呢 那你打到人呢 他就會顯示給家屬 那就代表說裡面呢 是有敵方在蹲你的 我接下來要講的重點喔 聽好喔 因為這把 我是沒有 上限嘛 就是沒有中上 中上跑 今天上限的重點是 你三個人一起走 清拼很快 轉線很快 你每一包都可以看到 是不會掉兵 不會掉錢 不會掉經驗 那如果 隊友不跟你打上限呢 我就會選擇 直接去幫打野出野 幫打野出野呢 有非常多的好處 第一 你可以幫助打野快速出 就是代表說 今天呢 對方呢 是不知道你打野 什麼時候刷完野 什麼時候出來gang 第二個好處是 你可以吸到野去的錢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不打上限 你也會有 額外資源可以打 你可以想想看 三隻野怪 我算一隻 讓你吸到30塊 吸到三隻的話 你就已經是有100塊 這是 一隻炮車 再加一隻小兵器 我在3分鐘這個時間點 我已經領先納為了 500塊的經濟 首先第一波 我有去幹三人線 就是我先吸到一波中兵 然後呢 我有刺到一個魔龍的錢 然後重點是 我有去吸到野區的錢 你吸一次 你就有100塊 你吸 5次 你就有500塊 久而久之 你射手的差距就會出來 這邊你們會看到我先 再草原來看了一下 我想要先確保 對方有位置 那我剛剛在紅區 蝙蝠俠幫我判到 他們 人員的動向 那我再出來 吃錢 很多人都會犯一個抽 今天兵線交接了 你不確定對方的動向 你做出來 吃錢的情況下 如果沒有對我靠你的話 其實呢 這個是蠻危險的 因為呢 對方有機會來 對你做一波gank 我都會很常有 打開自信欄的動作 因為呢 我是要知道 我目前領先了多少 對方現在出到什麼裝備 譬如說我現在聖劍已經出來了 那對方還沒出的話 那我就可以 主動上去跟他換血 為什麼 因為你今天已經有 裝備的差距 你已經有金錢的肉絲 你上去跟他打 你根本不會輸 因為有錢 就是任性 OK那這邊呢 我吃完魔龍之後呢 我沒有去西藍區的錢 為什麼 OK這邊很重要啊 聽好 中仙交接了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先幫中路清仙 然後 我上路塔已經退掉了 因為中仙下仙交接 弗洛倫剛好回撥 那這個就是我們 一個換線的最好的事情 因為弗洛倫其實可以從家裡面 就直接走上去上路去幫我補這個上路 可是呢 因為我點了在路上 可能 這個弗洛倫他沒有接受到 這個 所以其實上路塔 是被對方拉伯給推掉 不過呢正常的情況下 是上路塔是絕對不可能掉 我對於物件 是看得非常重 只要你今天兵線是好而已 如果凱撒刺貝爾的情況下 右線路 魔龍 第2 林寮 第3 野區 那林寮跟野區也是能 增加林寺 經濟 那你們基本上 我可以看得到 我在打團戰的細節 我就是先開2技 然後再把位置很強 非常好的球 做一個 就是 輸出的動作 那這邊吸血弓出來了 那其實我們宇宙已經不怕說對面 就是可以秒掉我 只要 對方 奎倫 沒有 一波把我給秒了 我的吸血弓 都可以吸起來 做一個反打 OK那你們可以看到 我現在已經直接配一個凱撒了 你當排排位 很多人 都不會吃凱撒 因為他們都是 一直想要打仗 一直想要打仗 那通常呢我就會 先 點凱撒 先告制隊友說 我們應該吃凱撒囉 就是 我們先把 地圖的資源先拿好 現在齊爾一個人在吃 可是因為 我剛才打仗的時候 是有人 所以 我就先陪著隊友去壓塔 那其實到現在這個情況下呢 基本上是不可能會被翻牌 因為 我們前期累積下來的 就是 已經是非常大的 那這邊我擁有吸血弓的情況下 對面 也是完全排不掉我 OK那這邊 就直接結束了 我在 C12這個排位呢 我玩 特安娜絲這個 非常需要隊友保護的射手 我也可以打到一個 MVP 然後最高輸出 我也是臨死的 在比較低段位的情況下 隊友可能真的會比較小靠 然後也不會幫你打三線 那這個時候呢 就只能靠自己 我去西蘭區 然後 有把每一隻兵都偉大的情況下 我跟對面射手的差距就會慢慢拉開 OK那今天教的第一個重點就是 隊友沒有要跟你三線的情況下 隊友的野區就是你最好的資源 那要記住的是 譬如說你吃了一隻小野 你吃完一個時間點 宇宙去算一分鐘 你有記野怪的時間的好處是說 今天 野怪一重生的時候 你就已經站著 等他出來了 而不是 你在線上看到野怪 你再過來 已經慢了 大概5秒鐘 你只要記好這個野怪的時間 野怪出你直接等他 那這個時間呢就是 你最快得到資源的Rose 那我也希望你們今天能學到我特爾阿納斯的打法攻略 你們可以重複看我的 對身觀念 我的團戰站位 其實都會讓對方比較難去抓到我 那這個也是你射手進步的關鍵 今天是 第1集 man教室的教學啦 我真的是受到 不同玩家給我的心聲 就是說 我真的打不上去那怎麼辦 主要我 目前頻道是在做 遊戲進化影片的 所以 我比較想要接下來推出更多的教學類型的影片 我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記得要訂閱我 然後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